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田一正式要為各位推出介紹的是 香菇奶香玉米農湯 它是我們的一支新的產品 它很詳細的推薦會幫我們介紹一下什麼 雖然一般我們台式的這種玉米農湯 那它的製作方式通常是使用燒拉油 它加入一些配料的略炒一下 再加入高湯或是水煮滾 最後以太白粉水來勾切 然後再加入一些蛋花 然後鹽白胡椒最後調味的動作 那今天我們介紹的這一支呢 比較偏向於一種西式的玉米農湯 那傳統一般西式玉米農湯它的做法呢 通常就是奶油在鍋裡 那我們加入麵粉 那用中小火去拌炒 那不能炒黃或是炒焦 那炒成一個油糊的這種狀態之後呢 再加入我們這個高湯 那在加入高湯的時候 其實這個動作是要蠻小心的 不然就是要使用均煮雞 不然這個油糊加入太多的高湯之後 它可能會有這個竭力的情況 那加入高湯之後 我們再把它煮滾 煮滾之後 再加入我們一些配料 那煮熟之後呢 加入這個鮮奶油 以及最後的老味這種動作這樣 那今天我為大家介紹的 這支香濃奶香霧米農湯 在它的這個原料上 好像有些許不一樣對不對 對 一般如果西式的濃湯 通常會像老師說的是 就是你用麵粉去培炒 然後增加它的濃稠度 那我們這支就是特別 就是有稍微修飾調整一下 我們是使用那個馬鈴薯澱粉 去來拉它的濃稠度 就不再是用一般的麵粉 然後濃度就是用馬鈴薯澱粉 然後我們還有添加了甜玉米的玉米粉 增加它的整體的玉米的風味 口感這樣子 讓它的口感比較豐富一點 不會只是單純香料來提升風味這樣子 然後另外就是 這個奶香的玉米農湯 我們有添加副飯的 玉米香料跟奶香料 去提升它整體的 奶香的風味這樣子 對 另外我們也要添加蒜乳抽出物 蒜乳抽出物 那其實就是很平衡 更提升它整體的風味延展性這樣子 那聽起來 我們這支 香文奶香玉米農湯 它的香氣 會比其他的 像甜蜜其他產品的香味 還要更濃郁一些對不對 對對對 像我們之前就是 有一些新玉米農湯 跟蘆薇金的玉米農湯 都是用比較簡單的一些素材 然後這支就是 因應有些客戶的需求 想要有點像連鎖素食業者 哪一種奶香風味比較濃郁 跟甜玉米的風味比較濃郁 而去做開發 所以這支玉米農湯 它是已經幫我們把 所有的這個調味 以及濃稠度 都已經調配成一個 黃金的比例 對對對 那我們只要 好像加水 就是做上這些材料 好像做法非常的簡單 對對對 材料就是 這邊那個味道 準備1000克的玉飯粉 然後對上 1萬CC的冷水 就是你在製作上的話 粉加水 攪拌均勻之後 再加熱就可以了 那你加熱過程 就是邊攪拌 邊加熱 然後攪拌是沸粉 就可以了 攪拌是沸粉之後 然後再加入 你已經沸炒完 或沸燙過後的配料 再一起加衣服 其實就可以了 那請問老師可以用熱水嗎 我如果想要動作快一點的話 我可以直接加熱水去煮 基本上是不建議用熱水 因為你如果直接沖熱水的話 可能會導致那個 麻衣廚電管 會直接有幾塊的性向 所以我們建議你先用冷水拌勻之後 再去加熱一下 我請老師幫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產品在應用上 有缺餓煮農賣外 等一下還會為我們吃飯 那些應用地方 雖然我們這支叫做 奶香玉米濃湯號 但是其實我們這支產品 其實可以再做其他的應用 那最簡單的就是我們的濃湯系列 那再來其實我們可以把它做成 義大利麵 像是類似白醬 那我們也可以把它做成像是燉飯 或是簡單的這種中式的玉米粥 像等一下我們也會為各位示範這種 像是青子丼啊 或是炒年糕 其他的他在應用上面 其實不只是玉米濃湯那麼的簡單而已 他這一包粉可以做出還蠻多種不一樣的用途 對 因為其實他的風味都還蠻足夠的 對 所以他其實在應用在其他的產品上 風味都是還蠻香濃的 對 他的香氣其實是已經足夠 那可能只要再加一些其他想要的配料進去 你就可以做出想要的那種產品 那等一下我們就先為各位先示範一下 好 來… 快點… 好 好 溜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